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源德 李律师你好 李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首先来介绍今天的讲授重点 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一个侵害三标权的一个救济 第二个是有关于三标权侵害的一个处罚 我们一样用一些案例来跟各位做一些讨论 首先第一个案例是三标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一款规定 未得三标权人同意 且名之为他人著名之注册三标 而使用相同或近视之三标 有致减损该三标之识别性或性欲之余者 视为侵害三标权 那么使用相同或近视之三标 是不是限于同意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呢 有关我们的三标法第七十条 在民国一百年有做一些修正 我们在介绍相关提设的问题之前 我们对这个法条先做一些小小的介绍 那么在一百年修正的时候 在我们的七十条第一款 它的最后有加上有致减损该三标之识别性或性欲之余者 也就是说不需要等到确实减损这个商标的识别或性欲 有可能发生的时候 也把它列入保护的范围 那叫我们过去的旧法是没有之余这几个字 所以必须等到有真正好像发生损害的时候 才可以构成这个侵害商标权 那侵法的保护对于这个著名商标 是扩大它的保护的范围 那我们进入这个提设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对于这个七十条第一款 视为侵害商标权的这种状况 所使用的它的商品跟服务 是不是必须是相同或者是类似近似 那么如果今天是在使用于同一的商品或服务 这个时候可能会落到我们六十八条的第一款 也就是新法六十八条第一款 它是说未经商标权人同意为行销之目的 而这个有下列情形之一为侵害商标权 第一款就是说于同一商品或服务 使用相同于注册商标的商标者 所以如果今天它是对于这个著名商标 已经注册著名商标 它是使用在这个同一商品或服务的时候 可能就会从七十条的第一款 跑到六十八条的第一款 这个时候就不属于七十条的情形 所以在构成七十条第一款的情形的情形下 这个条文的情形 构成要求的情形下 应该是不限于同一商品或服务 也就是类似的商品或服务就可以 那我们稍早有讨论过一个案例 十五条案例就是有关UCC咖啡的这个案例 在那个案例里面 UCC这个商标是著名商标 那被法院认为它是很久以前 就用在这个咖啡的相关的商品里面 但是那个案件里面有另外一个 使用UCC这个商标 它是用在脚踏车上 所以显然这两个 虽然是不同的商品跟服务 可是还是有可能 因为这样会造成减损这个著名商标 它的这个商品的信誉 是 刚才律师已经提到了 这个七十条第一款 跟这个六十八条 这个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在七十条第一项第一款里面 我们七十条其实规定叫做 视为侵害三标权 那在六十八条的这个部分 叫做侵害三标权 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说在六十八条 我们很明确地可以知道 在六十八条的各种情况之下 它是属于侵害了这个三标权 但是在七十条的这个情形 它原本可能它没有侵害到三标权 或者是说它有可能会侵害到三标权的这种有可能性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 增加了呢 只有减损它的这个信誉的这个之余 就是它会不会确实遭受到这个侵害呢 还不知道 但是它有可能性 所以我们叫它是视为侵害 视为侵害呢就是法律上呢 它直接的所理智出来的一种法律上的效果 你没有办法用反正去把它推翻的 这种的这个理智的状态 那么因此我们就发现到说 如果在七十条说 你明知为他人的著名三标 而使用相同或近视的三标 有致减损到它的这个识别性或这个信誉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部分呢 把它当作视为三标 那么因此它应该是不属于同一类型的 或者是呢相类似的 假如说它是属于同一类型的 这个商品或者服务的话 那应该是属于六十八条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 刚才我们特别要把这个七十条跟六十八条 来跟各位做个比较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 什么是侵害三标 那什么叫做视为侵害这个三标 所以在七十条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你要构成呢 七十条第一款呢 首先你的要件必须 第一个你是明知 第二个呢 你是他人的著名三标 而且必须是已经注册的 所以如果没有注册的这个三标呢 著名三标 这个部分它可能会落到 我们这个公平教育法第二十条里面去了 那这个地方一定是他已经注册的这个著名三标 然后呢 你使用相同或近视的这个三标 必须是使用在这个同一类 或者是相类似的这个商品或服务上面 然后第四个要件呢 是有自减损他人的这个信誉 或者是识别性的这种可能 那如果是有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那它就会构成了一个四为侵害的情形 好 那我们接着想请教律师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三标权的这个侵权行为 它的请求权的消灭时效的规定 我们民法一百年 民国一百年我们在修正这个第六十九条第四项的时候 我们做了什么样子的规定呢 是 我们一百年在修法的时候 把有关侵害商标权的时效 做一个很明确的规定 那么侵害商标权基本上它的本质 也是属于侵权行为的一种类型 那么侵权行为在我们的民法里面 有它请求权时效的规定 特别规定 因为它是一个短期时效 我们如果没有特别规定的话 一般民法上的时效是十五年 但是对于侵权行为民法上有短期的两年的时效 那这个时效怎么起算呢 就是从只有损害及赔偿义务人时期两年不行使 那如果是侵权行为时期经过十年 虽然它不知道谁是损害或赔偿义务人 不晓得有损害发生或不晓得谁是赔偿义务人 只要这个侵权行为超过了十年 达到十年的话也一样时效消灭 那么这个规定以前在商标法是没有的 但是修法者就认为就是说 既然它是属于侵权行为的一种类型 而且我们的这个专利法还有著作权法 既然对于这个侵害专利权跟著作权 都有相关的条文 对于它的时效有相关的规定 为求这个一致性起见 所以也在这个修法的时候 在69条第4项把这个侵害商标权的时效也把它列进来 明文化 那么什么叫做这个 只有损害及赔偿义务人史起呢 在我们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的相关的这个案例里面 他要求就是必须是明知已经清楚地知道有这个损害 而且清楚地知道赔偿义务人 这个时候才会起算他两年的这个时效期间 是 好 那刚才律师已经把这个部分介绍得很清楚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修法的时候 发现到说这个专利跟著作权 都已经对这个部分有明文规定了 那么因此我们在修法的时候 我们也就做了一个修正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跟各位做这个补充说明 好 刚才律师将这个69条第四项的部分 跟各位说明了 那我们会发现到在69条第一项 它本身的规定是说 三标权人对于侵害三标权者 得请求除去之 有侵害治愈者得请求防止之 那么侵害除去或防止请求权的消灭时效 到底是要用这个我们第四项的规定 还是要回归到明法上的部分 刚才因为律师已经介绍在第四项上面 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已经有特别的规定 就是在这个三标法上面 直接就规定了 以符合整个智慧财染权法的一致性 我们让这个智慧财染权上面的 著作权跟专利权 还有我们现在三标权的 这个请求权实际上都是一样的规定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到说 这个六十九条第一项 它除了这个 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定之外 它还有所谓的除去侵害请求权 跟防止侵害请求权 但是除去侵害请求权 跟防止侵害请求权 它的请求权实效是怎么来适用呢 是不是应该要回归到 明法的相关规定呢 我个人是比较认为 这个地方可能是应该要 回复到明法上的相关规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法律上有个谚语 就是说民事起义者排除其他 那么在这个地方 既然我们已经在第四项 已经很明确地规定了 这个有关于侵权行为的 損害配战请求权 是在我们的三标法六十九条 第四项里面把它名为规定了 那么对于呢 这个侵害上面的除去侵害请求权 跟防止侵害请求权 在第一项里面虽然规定了 但是它的时效呢 却没有把它明白地说出来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可能这个部分呢 它就应该是要回归到 明法上的这个情形 那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知道 在误权的这个请求权上面来讲 它本来就有侵害 损害赔偿请求权 防止侵害请求权 跟除去侵害请求权 好 那假设今天呢 这个所有人的所有权 受到了这个妨害了 或者有妨害之余的 我们当然是可以要求 给它除去妨害 这个有妨害除去的请求权 那这个妨害除去请求权呢 当然除了这个我的 可以除去你的妨害之外 我还在解释上呢 我们还包括了这个 可以撤销你的这个登记 撤销登记 好 那我们查一下呢 这个查到的这个 明法767条第二项 它就规定了 它说啊 这个前项的规定 于所有权以外的妨权准用 好 虽然我们现在的智慧产权权 它到底是不是误权 还是准误权 还是就是一个 所谓的智慧产权 但是我觉得 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呢 可能是把它 它就当作这个 其他的物权来看待 那现在虽然我们的认定 它就是一个智慧产权 可能它不是一个 物体产权 也不是准物权的概念 但是它毕竟 它是一个权力 那权力的侵害 那我们现在 如果说 智慧产权权法 本身没有这个 明文规定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 被推适用在 明法767条第二项的规定 然后我们认为这个 除去侵害请求权 应该是要回归 明法上的这个情形 好 那另外呢 这个 我们刚才讲到说 有除去侵害请求权 跟防止侵害请求权 好 我们刚才是 为了防止侵害请求权 我们可以要用这个部分 那除去侵害请求权的时候 怎么办呢 那除去侵害请求权 我个人认为说 在大法官 当然会议试制有解释 这物权呢 如果以登记是不动产物权 它的这个请求权 是不会离于时效消灭 可是我们可以发现到 这个部分呢 这个智慧产权 坦若它已经登记了 是不是它的这个 请求权的这个时效 就不会消灭呢 还是会发生其他问题 因为我们说 以登记的不动产的这个 物权的所有权的侵害 这个除去侵害请求权 侵害侵害 侵害大法官 我刚才讲 解释164号解释案 它是不适用时效上的规定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 这边虽然它这个 三标权是经过注册的 但是它毕竟不是一个 不动产物权 既然它不是一个 不动产物权的话 当然就应该没有 这个大法官会议试制 164号的解释案的这个适用 那么因此呢 它应该再回归到 美马上的这个 时效的这个规范 所以它应该 还是呢 要适用我们美马上 侵权行为的时效 可能这个时候 要回到我们的侵权行为的规范 那还是一样 也是一样 就是从你知道时期 两年内不行而消灭 就是从发生时期十年 因为你又回到 侵权行为上的规范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69条呢 可能当时在修法的时候 可能只想到了这个 損害陪伤请求权的部分 那当然因为我们著作权 还有我们的这个专利权 都是这样规范的 对于呢 那刚才我所说的所谓的这个 这个除去返害请求权 以及那这个防止返害请求权的部分 可能就没有想到这个部分的 请求权的时效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69条第一项 它就没有规范了时效上的问题 那没有规范时效上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用这个 明法上的这个消灭时效的这个规定 好 这个是我刚才做这个补充的说明 那接下来呢 想再请教律师的是第三个问题 就是甲 它主张呢 以明明知道 凯某CR这个三标 是甲公司注册的三标 竟呢 用这个三标图样的中文为名 设立了这个凯某摄影社 而且呢 没有经过甲公司的同意 或授权 就以凯某CR这个婚纱精品旗舰店 为名呢 使用了这个凯某CR的这个三标 来设立网站 提供了婚纱摄影的服务 导致了相关消费者 有混淆误刃之余 那经过甲呢 他以纯正信案通知 立即停止使用凯某CR的这个三标 但是以呢 人自若网闻 所以他就依照侵权行为法律的关系 以及三标法的规定 要求呢 对乙呢 以及呢 X呢 来连带赔偿 并且禁止使用凯某CR 作为三标 那这个乙呢 就认为说 他虽然是与这个X呢 申请设立登记凯某婚纱摄影社 但是呢 对外营业及提供服务呢 与相关消费者的营业表征呢 实际上都没有使用凯某等字样 作为表彰呢 营业的主体或来源的识别标志 而且他没有违反三标法62条第二款 那现在新法是改成70条 所以在细针三标 与以使用的这个三标 非禁止三标 两者的字体跟图案也都不相同 相关消费者呢 是以高度注意力 就可以很明显的区别 而且他实际上所使用三标 仅提供礼服出租啊 服事的租赁啊 还有婚礼的安排等服务行为 他的细针三标 与以使用的三标 两者并不是同一个服务 所以应该 没有共同不法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 来作为看变 想请问一下 是假还是乙的主张有理由呢 是 提设的这个情形 是我们确实在实务上发生过的一个案例 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上网搜寻 有关101年度 最高法院101年度 台上至第245号的一个民事判决 一个民事判决 那在这个民事判决里面呢 最高法院呢 他是把部分高等法院的判决 把它废弃掉 然后部分的维持 那么在这个最高法院 论述到这个高等法院的一个判决理由的时候呢 他其实他虽然把一部分把它判决废弃掉 但是有关于损害赔偿 怎么认定的这个问题 倒没有认为说这个高等法院认为有侵害这个商标权的这个事实 最高法院并没有推翻 所以其实就这个实际的案例里面 这个以X构成侵害商标权这个行为 已经是被法院认定的 那法院怎么去认定说确实有这个死消费者混淆误认服务来源之余呢 因为在他是认为这个案例的事实是因为呢 这个在网路上面啊 确实有人啊把这个乙的他的这个混纱摄影社啊 把它当做是假的分店 在另外一个城市的分店 那么法院就根据这样的一个事实认定 不但是有死消费者误认之余 已经是确实已经发生死消费者误认的事实了 所以呢这个情况下认为 他这个已经侵害到了这个假的商标权 是已经很明确的 所以就有关这个具体的案例里面 法院是认为构成侵害商标权 那这个案子可以再进一步讨论的就是 到底这个损害赔偿应该怎么样的去计算的问题 在高等法院的部分 他认为是这个假 这个角色 他没有办法确实的证明他的这个损害 因此他就 法院就自己帮他去认定这个损害赔偿额 但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 被最高法院认为是不主裁 为什么最高法院说 你在这个判决理由并没有去说明 为什么当事人他没有办法证明 他这个或者是证明这个损害 到底有什么困难 他还没有在这个证明到底有什么 就是还没有说明证明损害到底有多困难的情况下 法院就直接的依职权去认定他的损害 最高法院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 所以把这个高等法院的判决给废弃掉 但是至于高等法院判决命这个被上诉人 也就是在这个本案的以跟X禁止他们再用相关的这个商标 作为商号还有网易名称的这个部分 最高法院是维持高等法院的判决的见解 所以我们就是应该禁止的 是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请律师再做一些普通说明 至于刚刚我们的实际案例 在法院的判决里面也有一个另外一个争点 就是到底这个以跟X他们这样子使用这个 侵害人家商标权的行为有没有减损 有没有造成这个假他的这个商标权的一个信誉 或者是这个识别性的受损 法院认为在这个实际个案里面 也就是以跟X他们这个角色 他曾经在网路上受到很好的评价 所以法院认为说虽然他有侵害人家的商标权 但是没有减损到他的商欲 没有减损到他的信誉 而且甚至以X他们还曾经获得经济部颁发 优良服务作业规范认证的证书 显见法院认为说这个以跟X这个角色 并没有恶意利用假的商欲 提供品质不佳服务的情势 所以对这个部分法院认为 并没有造成商欲的损失 以上我们做一个补充 所以刚才律师这边跟各位介绍的 有这个案子里面 它是一个实际的案例 同时它有两个不同的一个论点 首先第一个论点就是说 这个乙它使用假的这个凯抹西阿 这个商标作为它的这个摄影 婚纱摄影的这个服务的一个商标 那在这个部分法院也找出了证据 看到了这个确实是有 刚才律师也谈到 确实是有消费者就误认了 跑到另外一个县市上面去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认为 它有导致消费者 相关消费者的一个混淆 误认之语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这个侵害商标是成立的 但是在这个假它另外是主张这个乙 它的这个行为由减损到它的这个商标 以及它的识别性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它是属于旧法时期的 这62条的规定 就是识为侵害商标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法院的这个看法是说 因为这个行为并没有违反三标法第 这个现行的这个条文 就法是81 82条 现行是95 96条的这个刑事规定 而因此它只有一个民事责任 所以纵然假因此受有損害的话 也不是本件犯罪的这个事实所主张的損害 因此就不可以就这个部分 来附带民事诉讼的这个 请求回复損害跟排除侵害 但是现在这个要谈的这个问题是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部分是因为这个旧法的62条 因为原来的范围太广泛了 所以大家就是比较会滥用这个 广泛的这个规范 而进行了这个滥述的这种现象 所以我们把它做了一个修正 所以在修正的过程之中 我个人认为是这个部分 是不是应该要讨论到这个新旧法交替了以后 对于旧法原有的规范做一个修正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旧法的时候 可能它是有这个不法的行为 而新法认为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这个构成要件的话 是不是也应该要做一个琢磨 所以我认为本案是可以在做学识上的一些分析跟研究的 那现在再想请教律师的就是第四个题目 就是甲 明知这个Sega以及PlayStation 是日産C公司及S公司 以申请注册商标指定使用于电脑 磁带 磁卡等商品 而人反冒 倒考 并且贩售给乙 乙又将它贩售给一般消费者 请问一下甲乙之间的责任 在我们的商标法里面 侵害商标权可能要负的责任 其实是包括了民事跟刑事的两种责任都有可能发生 那提设的这个情形 我们先来看一下甲 它明知道这两个应该是游戏机 游戏机 那么它其实都是知名的日商公司的一个产品 他们的商标 但是它还去这个仿冒倒考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应该已经 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来看 它已经构成这个违法重制了 是侵害著作权 但是这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 那么就侵害商标的部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100年修法的这个第69条 第68条 这个未经商标人同意 它是为了行销的目的 而有这个 与同一商品或服务 使用相同与注册商标的商标者 这个时候就构成了我们商标权68条第一款的侵害 那么这个时候甚至因为它是属于同一个商品跟服务 所以这个时候不会应该刚刚稍早的讨论 这个时候应该是属于68条的第一款 那么这个时候它会构成所谓的民事的侵权行为 因此要负这个民事的侵权行为责任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这个新法的有关刑事责任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有关这个95条 95条的第一款的规定 它是说 未得商标权人或团体商标人同意 为行销之目的 有下列的情形之一 除三年以下有去徒刑 拘役或科或并科 新台并20万以下罚金 第一个就是 于同一商品或服务 使用商同与注册商标 或团体商标者 那么甲这个情形 它很显然 它是为了贩售的目的 它是为了贩售的目的 所以是为行销的目的而做的行为 因此它的行为会构成 刚刚提到的这个商标法的68条的第一款 还有民事责任 还有95条第一款的刑事责任 那至于乙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乙它本身 它贩售给乙 乙又把它贩售给一般消费者 那么这个情形 以可能会构成的是 一样就是它也是为了贩售的目的 就把这个侵害人家商标权的这个物品 再继续贩售 那这个时候呢 它应该也是会构成68条的第一款的 这个民事的侵权责任 那同样的它应该也会构成 这个有关95条 后面95条的第一款的这个行为 那么至于 那另外呢 因为他们这是犯罪的一个商品 犯罪的一个物品 所以依照我们商标法98条的规定 它有这么规定 它说 清派商标权 正名标权或 团体商标权的物品或文书 不论属于犯人与否都没收 所以除了他们会构成民事的侵权 还有刑事的这个刑责之外 对这个犯罪的物品 法律也可以处以这个没收的重刑 是 所以刚才律师提到这个部分 之后我们就发现了 首先这个甲肯定 它是构成了这个三标法68条的这个规定 它违反了三标法68条 那么在这个时候 它可能这个根据71条 可以要求这个损害赔产的这个计算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 它计算了以后 它可以依照它95条跟97条的这个部分 它还有一个这个处断的三标法问题 那我们这样再看这个以的话 那这个以它是甲卖给以 那以再把它再转卖给一般人 所以这个时候以应该有97条的一个适用 为什么呢 因为甲它是95条已经没问题了 可是这个时候以是因为明知 这个是这个本法95条的这个三品 也就是说它没有得到三标权人的这个同意 或者是得到这个团体三标权人的同意 而为行销的目的 它有下列情形 这一者呢 那这个时候它也是要被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是客户病科新海币20万元以下的这个罚金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以它现在它已经明知 因为我们在提议上面已经说了 它是一个明知的现象 它已经明知道甲是反冒他人的三标 然后呢 还这个愿意呢再去做这个三品的贩卖 那这个时候它应该是适用到97条 而不是95条 但是甲的话呢 应该是95条 好 那这个时候以要负担的是97条的这个刑责 而且呢 我们这时候可以依照这个三标法第69条 跟70条的这个部分 我们再来负担它的这个 損害赔偿的这个责任 那甲的话呢 它是不是会跟已发生到共犯结构 而出现97条的情形 那这个部分还要看它的这个犯罪的这个状态 那如果甲有这种情形的话 那可能是会有95条跟97条的 重一处断的这个现象 那刚才呢 这个律师也提到了 因为这个是反冒他人的这个三标 同时它也违反了著作权 这是没问题的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 它是犯罪之物 依照98条 我们要给它没收 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接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回到这里